电影全面启动 讲的就是做梦的故事 但其实这种可以控制的梦 或者叫做清醒梦的概念 现实生活里真的有可能发生 到底这是白日梦还是纯粹在幻想 人类目前为止对于清醒梦的真假 还是很难判断 这套系统其实就是透过核磁共振造影机 来观察人的脑部变化 特别是脑部活动区域的血液流动的情形 科学家们征求了六名曾经有过清醒梦经验的人 要求他们在梦里头紧握左手或右手 之后把他们送进机器里头睡觉 结果显示控制左手的运动皮质区 显现出来的亮光 和他在清醒状态时的握拳相同 意思是某种程度 人真的可以控制你的梦境 但为何有人做过清醒梦 但大部分的人却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 的确人类所知有限 至少对于脑部还有多少神秘的区域 都还很难掌握 也有专家认为会做清醒梦的人 恐怕是脑部有病变的前兆 但也有科学家认为 做清醒梦有助于增强记忆力 提升创造力 专家说如果你也想控制自己的梦境 想做清醒梦 其实是可以训练的 比如你梦到你正在游泳 突然间 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你往下拉 你溺水了 你挣扎 你求救 最后梦醒了 你也吓出了一身冷汗 但如果你想控制梦境 试着制作我做了什么梦的清单 写日记记下自己做的梦 这比较有机会可以帮助你进入 清醒梦的状态 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说 我昨天真的没睡好 因为我做梦了 就越睡越累对不对 请问做梦是不是真的会 妨碍到睡眠的品质呢 其实每个人正常的睡眠 一定要做梦 但是健康的睡眠者 他自己不应该记得 有做梦这件事情 因为做梦它是有功能的 做梦的功能就是在复习 白天所发生的事情 不管是当天早上 或是说上个礼拜 甚至上个月的事情 做梦就是一直在复习 一直在复习 它白天发生的事情 有这样的复习 才有办法有所谓的 记忆的行程跟故作 所以它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的确是有意义的 但是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不少人都会有一种 叫做鬼压床的经验 就是躺在那边 然后怎么动都动不了 大家就说鬼压床了 像这种状况到底是正常吗 有没有需要马上去求诊的 OK 这种状况其实是 八十几种睡眠障碍的其中一种 所以它已经是一种睡眠障碍 对 它在医学上叫做睡眠偏瘫 以前我们因为荣总的医师 每个月都要定期去金门支援 金门的民众真的是很可爱 常常会遇到说 医生 医生 我孙子 一天到复习 睡的时候一直发 一直发 说不顶重 带去睡觉也不好 对 长辈一定第一件事情 对 后来其实我们帮他做完 睡眠检测之后发现 他其实是这个鬼压床 就是在医学上叫睡眠偏瘫 睡眠偏瘫其实是在 就是大脑跟我们的这个 我们所谓的运动的神经元 还有肌肉的中间的连结 没有连结好 那很常见的就是在青春期 快速成长的青少年 如果说一个礼拜发生两三次 那这个的确需要治疗 那成年人会发生吗 成年人也会 成年人的成因比较常见的 反而是另外一种 睡眠障碍的合并 所谓共病 就是说另外一种睡眠障碍 叫做触睡症 触睡症就是像我们现在 讲话讲一讲 我就突然睡着这样子 成年人如果发生鬼压床 可能还是要注意他白天 会不会突然睡着这种状况 了解 像这种状况还是要赶快就医了 对 就要赶快就医 去找出真正的原因来 那么其实中医对于整个那个 对梦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其实也是很值得来研究的 不过更多的一个讲法是说 其实它跟你的脏气之间 的一些问题是有连结的 像是《黄帝内经》里头 就有说过什么 肝气肾的话梦怒 肺气肾的话梦恐惧 哭气还有飞扬 古代的时候《黄帝内经》 它提出了一些就是认为 我们的梦可能是跟我们的脏腑功能 这些的一些亚健康状态 是有关联的 所以包含它说就是 五脏六腑皆令人咳 或是说这些脏腑 肝心 脾肺 胃肠 它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觉 古代认为说就是 健康的人他是说 应该就诚如教授所说的 就是他会做梦 就是这是一个正常的机制 但是如果某个脏气的功能 太过旺盛了 或是说他没有就是气比较不足 他就有可能会隔天起来 会很记得就是昨天梦了 什么样的梦 这样就会影响到他睡眠的品质 他描述一个比较正常的人的 一个生理状态 它是说就是把身体分成 阴谓之气 谓气 日行于阳 夜行于阴 你如果说就是阳气静则卧 阴气静则悟 就是悟昧之间 它就是古代说的睡觉的一个 睡眠的一个品质概况 像日本的那个医心方 它里面也是有讲到说就是睡觉 你不应该就是梦的就是这么的 就是怕痴 你不要就是做这么可怕的那个梦 你做比较可怕的梦 有可能是你的肺 你的肾 有一些就是问题告诉你说 你需要去做治疗了 所以才会包括说不管是鬼压床 或是一些特定的就是严重干扰到睡眠的 每天梦连续剧或是怎么样的 那这个可能就需要去找医疗院所 来寻求它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来做相对应的处置 不过刚刚程医师讲到的那个连续剧 如果是梦到跟韩剧里面的 我爸约会的话 那就应该算是好梦了 好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医师专业的分享 我们稍后再回到提关点 好 祝大家都能够睡好觉身体健康 非常谢谢两位老师 同时也谢谢您的加入 我是中开文 我在提关点 下次同一时间再见了 拜拜 拜拜